太開心了 收到這麼實用這麼棒 台上小朋友開心拍照留念 手上接過的這台筆電 是由科技業四大巨頭 聯發科 廣達 宏基和Google 共同打造 透過捐贈Chromebook的儀式 讓好的產品 能夠讓我們在地的學生 能夠使用 能夠讓學習變得更豐富 學習變得更有效 會場上甚至搬來客桌椅 直接測試遠距教學功能 這次聯發科一口氣捐了 300台Chromebook裝置給偏鄉學童 而Google則焊出 提供後端教育培訓 Google會加大的力度 來提供數位教育的師資培訓 以滿足目前全球以及台灣 特別重要的是台灣數位教育 教育現場未來的需求 聯發科與Google緊密合作 過去在Android手機平板 和智慧電視的出戶量 都是全球第一 這回則將觸角再延伸到 Chrome平台上 疫情的觸隔之下 Chromebook本身 這個全年的量的成長 就是幾乎就是 接近這個五成以上 我講的是整個Chromebook 本身因為疫情的觸隔 它是所有Notebook裡面 成長最大的一塊 強工手機以外的產品 應用商機業心十足 接下來更要吸收國際一線大廠 拓展海外布局 智慧電視上擁有這個全球的這個 市占的一個龍頭的地位 所以跟這個包括像Sony Vizio還有以及這個我們在這個 智能音箱 Smart Display的這個 這個Amazon 我想我們都有非常緊密 非常密切的一個合作 靠先進製程增添營運動能 也讓聯發科在國際市場上 持續站穩腳步 東三小電新聞 黃沛宇劉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 黃以諾同學